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舒香 歡迎來到今天的幫酒店長時間 今天這集是11月7號的開啟公告介紹 獎勵的部分大家就自己看了 本週有一個很特別的活動叫做 超宗的強化暴擊活動 這個活動只有一個禮拜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這個禮拜的超宗應該會一直大漲 除非那個量 我是不知道夠不夠把它壓下來 那超宗的狀況其實很簡單 只要大家都丟上限價 它就會一直不斷的漲 漲到很恐怖的價格 所以有人想當商人 就是那個 那叫什麼 把你進去看 這個我們不會再做另外一集 這個很簡單 有人有打算1加1或者2加1去拼爆擊 往上跌 那 如果你有想看數據的話 我可以再做一集來講 那如果沒有人要看就算了 我就不特別做了 雖然其實也是一部流量 但沒關係 這個比較短的活動 有人想看的話我就會立刻趕出來 那這個 如果你想當商人的部分 就是用加1加2去搶花 搶花完之後到加3賣掉 或加4去賣掉的話 因為也有觀眾跟我提到這個想法 你基本上就是注意2點就好 第一個是你的機率問題 如果你很歐洲的話都不會爆 那OK 或者是你可能運氣很好都中這個爆擊 那OK 那如果說你的 那個運氣不好的玩家 可能就不要這樣試 就是拿去強化你的主材料就好 然後第二點就是你要注意他的手續費 他有30%的手續費 你要大概算一下 就是假設說加1是3億 那加2是6億 加3是9億 這應該是比較正常的狀況 那9億的話你手續費扣完 大概可以拿6億3 那你的成本是多少 成本是6億 那所以說他的金額大不大 這就看你個人 你覺得OK那就OK 就是這個效益的問題 有些人可能不太能接受 他抱一次他要賠好幾次這個狀況 這就有點像是一個賭注 好 那這個是 就是 一場 看起來好像不是很重要 大家自己看 那本次的話 新增P12特別紀念卡的這個體驗卡 這個體驗卡 我覺得其實可以玩一個東西 官方這邊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我好像沒有看到這部分 就是其實他可以出這個體驗卡 然後 因為他的體驗卡 有點像當初台日的狀況 他是不能用搜尋的 所以你不能搜尋他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名字 就是假設說 我們點開 應該有卡片吧 卡片在這 那假設說那個可能像 可能像 黃子棚好了 那黃子棚的話 如果你直接搜尋 黃子棚 這張是不會跑出來的 我覺得這個 就 我不知道官方想幹嘛 那就是一個體驗 我自己會比較偏向是 你可以出一張 24年的 那個 P12的卡片 就是正常 不要在後面加什麼體驗 通常他這樣子做應該是要出兩套啦 那我會覺得說你可以出第一套 就是只出一套就好 那到時候如果說 比賽打完之後 直接針對 當時的卡片去做數字上面的調整 我覺得還蠻 蠻好玩的啦 那就是 這部分就是公告講一下 反正你只要出公告我們這邊都會講 沒看到的就 反正公告也會寫啊 那如果你沒看到就 就只能算啦 我會覺得這樣還蠻好玩的 就會很像是EX卡片那個樣子 原本那個 預期的卡片的成績就不是很好 那可能出一張評價75的卡片 那結果 他那年的這個 國際賽 打得超級強 然後直接從75 爆衝 衝到88 那你在75的時候練起來的玩家是不是賺到 那如果說可能有那個預期 可能應該要出到85 但是他那年的國家隊打得不是很好的話 就 就認賠 那認賠可以幹嘛 你可能也拿去當材料啊之類的 就會蠻好玩的啦 我自己是這樣想 好 然後 新增這個P12特別卡 有這個 周董跟 嘟嘟 那簽名卡跟國家隊的卡結 基本上強度我覺得就一般般 那 我會覺得啦 這種特別卡 其實是可以考慮把它們做得強一點的 像 我覺得 周董的簽卡 就比較沒問題 首位的部分喔 但他的 手背跟傳球 就 不是很優秀 潘威倫 人家都退休了 統一了牆頭捏 你給他加顆 升卡球 給他加一顆 紫叉球 好像 會很頭痛一樣齁 我又沒有想練啦 所以那時候我的 VIP跟金幣 全部都開好了 全部都準備好了 準備要預約 潘威倫的簽名卡 預約到爆了 就點開 沒加球種 沒加球種幹嘛 我用24年就好啦 沒加球種 何必練一張新的咧 那加上我手上又有白卡 雖然那張白卡被閹割過 就 算了 後來把金幣拿去 丟那個 丟那個什麼 超中 然後 這邊預告一下 因為我們有一些企劃 比較趕時間 我真的讓那位會員朋友 等的太久了 因為最近真的太忙了 那鑽石上面 又收集的比較慢 所以到時候 我要直接課了 就搭配這次的活動 順便錄點影片 我會課鑽石的 但就只課鑽石的東西而已 因為我鑽石真的不夠 但又有點趕時間 好 我們繼續往下 這部應該會講超久 好 特別活動 這個就一些 blahblahblah的東西 這個上次的吧 嗯 大家知道齁 那禮報的部分 這次更新的蠻多的 到時候我們再做一部 欸 啊我那個名單剛做完 直接把我下架 那個24年 直接變成 統合包啊 好 就是剛才講到的嘛 然後 都是講過的東西 到時候我們還是會再講一次 國家隊的部分 好本週保證辦的話 從禮拜五開始 5263 41526363 蛤為什麼4E只開一次啊 就 大部分人應該都過完了啦 那 包含我自己也是這樣 那如果你還沒過的話 就是這個4E記得要跟到 好 不然你的4加1 就只能用硬衝的 好 那個本週的活動的話 季賽12場 有國家隊長 這基本上 以這個數值來看 應該有大部分的卡片 會變成素材 然後 模擬的部分啊 從這個禮拜五到禮拜二 這個比較重要啦 模擬兩場有超中 趕快拿 因為這個超中的部分 最近的情況 應該會蠻好賣的 而且會一直漲 所以這個換 所以是不錯的補強 應該不會這10包下來 就爆倉吧 不知道 但應該都有不錯的價格 等到活動結束之後 應該就會開始往下掉了 因為他會漲到一個 一部分人都排不起的狀況 他就會一直往下掉 好 然後教練經驗200% 記得 沒了 然後這步就到這邊結束了 就主要是更新一些卡片啊 然後還有一些版本的更新 看一下這波的版本更新啊 在我那個 課完這波990之後 操縱會不會比較容易過 就 都市傳說嘛 更新之後 可能會有一些 欸 輪動喔 那個歐洲帳號 是不是應該輪動一下啦 那之前有個都市傳說啊 有人說那個主卡片有毒啊 所以我那時候很生氣啊 我就把那個林志祥這張換掉啊 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我沒有特別貼那個機率在FB 我想說整理一下 那算了 這步剛好有講到 就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那個林志祥的部分啊 我把這張材料換掉之後 哇真的 有夠順 1加122加3 就這樣一路衝上去 然後都不爆 然後4加2也沒爆 然後5好像加2還加3吧 也沒爆 啊6也是一次過 7也一次過 直接就加8了 那這波我應該會收一大堆的林志祥 看有沒有辦法直接 先做一點材料出來 到時候直接衝到加10去吧 就這樣 好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掰掰 掰掰